Hey Candice 欸我們這邊有三個人欸 那這邊蛋糕這麼大 我們可能要如何去切才能把這三個蛋糕都切成完整的三等分 讓我們三個通知各位吃到啊 你應該想說是只有自己吧 如果你在第一個瞬間有想到其他的切法的話 拜託留言跟我說喔 你可能就是那萬種協議的數學奇才喔 好啦言歸正傳幾年前的日本的數學愛好協會呢 就舉辦過這樣的一場數學競賽 題目就是將蛋糕切成三等分 徵求各路的數學好手來提供創意的切蛋糕切法 聽起來是不是很無厘頭呢 那到底誰會真的為了切蛋糕絞進腦子做這些東西呢 不過雖說是無厘頭 但是投稿的答案還卻是相當踴躍欸 我們就一起來看一看 到底要怎樣將蛋糕平均分成三等分 還能切出的非常有創意呢 讓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加州的切法投稿吧 這個名為根號3比上根號6比上根號9的切法 可以看一下左邊這個圖 這算是一個比較好理解一點的公式齁 因為圓的面積公式為s等於πr平方 所以由內而外拿到的蛋糕的面積比就會是 3拍比上6拍-3拍比上9拍-6拍會等於1比1均等的面積 不過這真的非常考驗你手藝的時候了 而且拿到最外圈的朋友也太衰了吧 再來就是看到我們第二個優選的切法投稿 叫做無窮分割4等分切割法 可以看一下左上角這個圖 看到這個答案的時候當下真的覺得頭很痛 無限的4等分的切法到底是要切到明國幾年啊 雖然說了實際但用的時候非常不實際 但在數學的應用表現上卻是相當好的 其實這是利用無窮等比級數的一個概念 每一次都是切上一次的面積的四分之一 那面積的總和呢就是用無窮等比級數的公式來套 A1會等於四分之一 那公比的話就會是四分之一 所以計算的公式就會是四分之一 除以1減掉四分之一就會等於三分之一 就是會是原本蛋糕的大小的三分之一 這樣的話就會完全把蛋糕切成三等分 但是呢等你切完的時候你的朋友都已經走光了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鎮壓全場的特優選六芒心 等等先讓我做一下心理準備 各位觀眾 六芒心切割法 你可以看一下有兩個圖 可以看一下左上的這個圖 是我們切割完之後的結果 那右上圖的話這個是我把它分解開來 其實這個原理呢就是利用把這個圓裡面 切割成大小相同的正三角形 然後再藉由等分的作用 我們去把它等分成三分完全相同的面積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挑選出 日本數學愛好協會數學競賽中 一些比較有趣的參賽作品囉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你們要去五芒心切割的包圓 什麼 蛤 這什麼是我切啊 好我來切看看六芒心教主的切法 欸 好像很難耶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 欸快點快點快點救我一下 你有點難 你救我一下 好啦我們今天先到這裡 我們先收到這裡 我是Candy先生 我會提供各式各樣的GIMEGI SAT的各式結底技巧 那我們今天就在這裡 或喜歡影片的話記得按讚留言加分享 我們今天就這樣 掰掰